這個之前有介紹過,那我想再介紹一次 因為我很怕有人會不記得 這個是CPL王朝亞洲賽區海選賽 那現在他有進行了隨機的賽程排步 那具體賽程的話在這邊 這邊的話就會有一些隊伍跟誰打跟誰打 然後ABCD這邊 這些都具體稍微有了 那這個之前有講過 這個是到海選時間是到9月1號到9月5號 那海選名額的話原本是64個參賽名額嘛 然後現在有8個入圍正賽名額 這到時候會有8個入圍 那最後在報名結束後 海選報名隊伍賽季等級分排行的前64名進入海選賽 通常都是100等級以上 然後賽季等級要大於50級的角色才可以報 然後一支隊伍裡面不能超過20個 也不能低於15個 所以要15以上20以下 那到時候大家可以看官方的賽程表在這邊 那這個盛世福夢呢 一樣是王朝這個賽季的活動 9月1號到9月12號的時候 他會收集所有作品 然後與展示 然後9月12到9月14的時候 他會去評選這些入圍的作品 然後接著是9月14到9月19會開放 作品投票開啟 然後最後9月20的時候他會公佈結果 這個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像你們自己很有才能 像你們可以畫啊 就是可以畫一些東西 戰衣有關的作品東西 去投稿 對 那他第一名的話 會有2000元的京東卡加周邊 第二名有1500的京東卡加周邊 第三名有京東卡加周邊 對 那你所有只要投稿的玩家 都可以得到 劍龍樹甲的實裝箱 乘以3 對 那表情是這麼有料 所以你們應該參加這個 一定是沒問題啦 那再來就是還有一個活動 或者是 聖世幻想 對於COSER這個 這個東西 很有熱情的話 你們也可以來參加看看 然後第四個活動的話是 李樂欣賞 他這次指說 他專輯有收入六首 由戰役音樂團隊製作原聲音樂 在專輯歌曲留下留言評論 告訴 他們 就是官方 對於王朝OSD音樂的看法 這邊的話 就是你們要去打開網易 雲音樂 搜尋戰役王朝盛世編歌 就可以欣賞王朝賽斯季的OSD音樂 對 然後去這邊寫評論 然後會取五個 最優質的評論 然後一樣送 就是 劍龍樹甲實裝箱 乘以5 不是3個 加戰役滑鼠墊 這個是 第四個活動 因為等級很高欸 因為等級有點高 為什麼四個 四個 黃色等級阿 我完全看不到旁邊鐵殺炮欸 我只是去 超三下阿伯 然後我就人間蒸發 來 燒蛋 轟天雷 拿下來 欸 我已經下去了 我已經 不要不要不要 我已經 你剛剛有看到那個動作嗎 我已經往後拉了 然後我怎麼還被戳到啊 那座炮是他們剛剛砍我的 砍我的那座炮 燒蛋 鐵吉利 紅天雷 背水一戰 這邊他們都會把兵換在這嘛對不對 我就 鐵吉利 燒蛋 轟天雷 然後再回頭 我們再下個炮 怎麼這麼高啊 為什麼這麼低啊 然後這邊 鐵吉利 燃燒蛋 後面雷 打一下 燒到人喔 然後燒 燒到了燒到了燒到了 有沒有 你看我這位置 這完美啊 完全沒人知道我在幹嘛 然後我就一直 猛燒猛燒 狂丟猛丟 有沒有 然後等一下還有一發頭石可以炸 喔 真爽啊 這裡面的 這裡面的屑屑我也炸到 你看喔 噓 燒飛 欸 停推 吃掉這堆剝刀 天雷 來燒蛋 鐵吉利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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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了吧 可以吃了吧可以吃了吧 鐵吉利 哇哇哇哇哇哇哇 好像不太秒 真的好像不太秒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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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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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了 為什麼 欸 欸 鐵吉利 我不是說 再一人一半嗎 你又給我吃完 蛤 你什麼時候吃完了 我昨天在你面前吃的啊 你哪有 那你要不要看那盒子 昨天什麼時候啊 吃完晚餐啊 屁啦 我都沒看到 有我在旁邊吃的 給我再去買一盒 我再去買一盒 我再去買一盒 不是不是 我 我詹一輸了 你也不要這樣好嗎 我只好拿一個MVP欸 你會開心一點啊 對不對 我這把還是有料的吧 我這把還是有料的吧